陪着老婆从家图四壁到名利双收 结婚七周年那天 我在家为了给她准备惊喜 通宵一夜没睡 可她却整晚没回家 直到第二天 我看到了她和秘书从酒店出来 我多诉着给她打电话 只听见她不耐烦地说 你爱怎么想都随意 那天我在医院差点死掉 后来她红着眼钻紧我的手问我 昨晚那个女人是谁 我冷漠地回答 你爱怎么想随你 时钟哒哒哒地想着 让我感觉这八万坪的别墅更冷清了 我孤零零地坐在餐桌前 看着这一桌柳如烟最爱吃的菜 我顿时觉得好讽刺 这时电话不合时宜地响起 来电的是柳如烟 我怀着最后一点侥幸心里按了接听键 然而对面却是在聚会的声音 年少有维亚刘祖 不说这么年轻事业就这么成功 就连身边的秘书长得也是财貌双全 妥妥的人生赢家呀 奉承她和肖基波天造地设的声音不断响起 柳如烟没有反驳 倒是肖基波笑得像是三百斤的猴子 酒杯叮当相碰的声音响起 一道焦脆欲滴的声音传来 肖基波不能再喝酒了 我来吧 满满的袒护和纵容 我的心里不停地抽筒 就在这时电话挂断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慌乱不小心挂的 还是对面直接挂的 我呆愣地坐在那 看着时钟慢慢走动 我发现我对柳如烟的爱 也跟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 是在身上沾染着肖基波香水味的柳如烟回家时 还是在肖基波肆无忌惮地衣在柳如烟身上 却说是在背包工作时 是在柳如烟出去出差 却被我看见和肖基波逛街时 还是柳如烟喝醉 肖基波打来电话说 开了一间酒店让柳如烟休息 并在挂电话时内小声惊呼时呢 越想越是头疼欲裂 眼前肖基波和柳如烟的脸交相浮现 肖基波不能喝酒 我来 季伯达不能喝酒 我来 再次醒来时却是在医院 张嫂一脸喜色地看着我 转身去叫医生 我无力地拿起一旁的手机 想看看是什么时间了 柳如烟 柳如烟有打电话来了 刚打开屏幕 一条刺眼的新闻就蹦了出来 柳氏集团掌门人柳如烟 被拍和秘书今早从同一房间走出 两人疑似好事将近 文章贴心地附上几张高清图片 高清道都不像是偷拍 画面中 肖基波含情默默地望向柳如烟 爱意都要从屏幕中溢出 柳如烟的脸片过去 看不清神色 我心里的什么东西碰得碎了 痛极了 手却忍不住放大图片去看每一处细节 逼迫着自己心思 下方评论曲青一色的祝福 只有几条评论弱弱地说 柳如烟好像已经结婚了 但他们不是被更多的评论淹没 就是被CP粉的攻击到不敢再发言 我轻笑一声 其实我跟柳如烟算隐婚 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还一无所有 没人会在意他嫁了谁 后来 我陪着他功成名就 他每天职业偶尔家 巴黎世家出席各种活动 而我却为了他的事业 熬款了自己 只能待在家里吃药调养 没人希望自己憔悴病态的模样 被媒体拍到 我也是 柳如烟也未在公众面前承认过结婚 不知是不想还是没有考虑到 反观肖基波 毕业于名牌大学 年轻力壮长的帅还会穿搭 一毕业就进了要求严格的柳氏 做柳如烟的秘书 各种聚会都是他陪在柳如烟身侧 他们可符合大众对童话中 爱情故事的向往 女爸总身边需要的是一个年轻帅气的男人 而不是一个关在家里 敏感多疑的精神病 看着那些炒作新闻 我心中不是很有嫌隙 柳如烟不是明星 柳氏集团也不需要炒作盈利 明明只要一句话便能解决的问题 大家却都心照不宣的没有去提过 但我忍无可忍 拿着那些新闻去表达我的不满事 却只得到消极波一脸淡纯和歉意地说 哥哥 我们那是工作需要 你不会介意吧 柳如烟则是轻描淡写的 我总得有人在身边打打 你是知道我只爱你一人的 他们两人如此 我在坚持捣险的我无力取胀 一双修长的手突然抽走我手中的手机 抬头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沈又出 我的初恋女友 想到当初我俩分手浪的翻天地址 我将狠话说尽的难堪场面 我的悲伤都被冲荡 没想到再次相遇近视这般场面 他垂下睫毛翻开了两眼我的手机 眉头微重 下一秒又讥讽了 这就是你当初甩了我说找到了更好的 我一把挪过手机岗 不用一会儿 他就站在那里默默看着我 眼神中似有悲声闪着 但或许是我的错觉吧 他怎么可能在意我呢 毕竟当初分手的时候 我说了那么伤他的话 虽然是他妈妈找到我 先嘲讽我是潘豪门的心机男 学历可以提高眼界 却提高不了尊重 从爱情到婚姻 我跟沈又楚中间还隔着门地 沉默了一瞬 沈又楚的声音淡淡地响起 在医院里再观察一段时间吧 病人身体虚弱 别让他动起 药药按时吃 然后他的声音软了软 有事情来找我 一道阴影附在我的脸上 我不着痕迹地往一侧躲了躲 沈又楚抬起了手躲了躲 有些不自然地放了下去 等到沈又楚走出去 张嫂拒着我的脸色犹豫的 昨晚给太太打了几个电话 她都没有接 昨夜 昨夜柳如烟沉浸在萧姬波的温柔乡 怎么会有空来找我 我想起新闻上的热搜 忍着怒火给柳如烟打电话 一声两声 不知第几个电话 终于通了 电话另一边传来不耐烦的声音 你又要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呢 何必这么放我 新闻上怎么回事 对面沉默许久 只有起伏的呼吸声 你爱怎么想都随你 不管你在外面怎么办 别拿那些新闻来脏我的眼 我用力将电话挂断 忍着怒火没有将手机甩出去 什么时候 我们之间除了争吵 便再无其他呢 接下来的日子里 沈又楚时常来督促我吃药 两人在病房里相顾无言 倒像是回到当初的时候 我看着手里抗焦虑症的药发了 这药已经停了几个月了 本以为已经好转 却没想到在结婚纪念院那晚出发 旁人怎么看我呢 一个患有焦虑症 该在家里无所事事的丈夫 柳如烟没有和我离婚是怕仁慈 可柳如烟起家的资金 难道不是从我这里拿走了吗 我为了他卖掉自己的工作室 和他一起从头打平 他柔情似水地劝我在家休养时 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嫌我在家不能帮他们 自我住院后他进一次也没有来 没有电话 没有短期 我见到他的方式 只有电视上他又带着消息播去参加什么活动 在又一次焦虑症发作后 我闹着要见柳如烟 我怕我现在不见他 他就要被别人夺走了 张嫂被我闹得没有办法 在一旁我的眼泪给柳如烟打电话 看见张嫂哭 我心里难受也跟着哭 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只觉得焦躁 不知第几个电话 柳如烟终于接通了 听完张嫂讲完 他那边只有淡淡的一个恩就挂了电话 我感觉自己被困在一个房间出不去 身体在发狂 他会来吗 张嫂抱着我一遍又一遍说 好了好了 他马上就来了 泪眼婆娑间 我好像看见神幼楚站在门口 悲伤地看着我 不知过了多久 病房门被推开了 柳如烟穿着风衣 带着外面的寒气风风感 我刚刚打完镇定计 有气无力地移在床上看他 看见我的一瞬 柳如烟愣了一下 急不走向前问他 怎么这么连转 张嫂不是告诉过你吗 我抬眼 现在的我没有力气和他理论 你要装就不知道吗 他手足无措了一瞬 下一秒又握住我的手 对不起波达 我以为 你以为又是我逼你来看我耍的手段是吗 我抽出自己的手 直勾勾地看着他 看着看着 眼泪就忍不住又流下来 委屈的情绪一满胸腔 柳如烟轻声细语地安抚着我的情绪 一点一点为我擦干眼泪 但我情绪稳定了 他才起身要去给我买粥 他走得匆忙 连手机落下了都没有注意 我拿起他的手机 立马还是我的生日 我会心意笑 点开了他和肖基波的聊天记录 简洁 突兀地闯了进来 五十阳光正好 我却浑身发凉 图片里是我离开公司前的办公室 肖基波就堂而皇之地坐在我的位置上 他在一堆文件中嫌弃 身上披着的是我买给柳如烟的外套 在话 是我含笑搂着柳如烟金的照片 在话 是我在海边度假时柳如烟抓拍的照片 我的脸上还沾着沙子 在话 是柳如烟陪我过28岁生日的照片 可这些照片在肖基波照片的衬托下 倒像一个笑话 我又返回了微信 我一眼就看出是柳如烟 谁会认错自己的枕边人呢 原来他口中的出差 也是可以趁空闲时间 带着肖基波去景点打卡 一条一条 柳如烟每一个都有点赞 他以前从来没有看朋友圈和点赞的情况 我们谈恋爱时 我还因此和他闹过脾气 可他还是不看 他说 我只要你真真切切地陪在我身边就可以了 何必透过照片去了解你呢 原来不是不看 只是觉得不值得 肖基波的朋友圈最新一条 是在炫耀一条88公斤重的24K大经验 配文 最好的生日礼物 柳如烟在下面留了一句 可你很配 肖基波回到 下次你来我家 我带给你一个人看 那条项链我曾在柳如烟车里见过 包装精美 我悄悄掀开盒子看过 是我喜欢的风格 我逛街时曾碰见过这条项链 服务员说目前国内只有一条已经被预定了 如果我要的话可以从国外运来 被我婉拒了 当在柳如烟车里看到时 我心里说不出的惊喜 我以为会是我们结婚纪念日的礼物 原来不过是我自作多情 柳如烟回来时 我把手机放在原位 拿起自己的手机装作在玩原神 柳如烟端起一碗粥 我抑制住自己内心深处的恶心 杨庄不经意地问我 肖基波交女朋友了吗 他来你公司也有些年头了 不能光围着你吗 要不我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吧 柳如烟的眉头皱了皱 半想到 不用 他还不急 不急 是不急还是不舍的 我看着他突然爆发 只带给你一个人看 你没有个不恶心啊 柳如烟 我只问你一句 你不回家的时候 有没有住在肖基波家 柳如烟看着我不说话 在他点头的一瞬间 我一巴掌伤了过去 手上的戒指在他脸上 划出了红痕 柳如烟站起来 解释都收回口中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阴沉着冷藏 气搏大 你要是有肖基波一般的董事 我们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模样 你有焦虑症 我也一直包容你 但有时我也在想 我们的婚姻还有走下去的必要吗 他把我转下床 扯到镜子前恶口和走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自己好好看看 我看着镜中头发凌乱 眼睛红肿的男人 和柳如烟职业偶尔家 巴黎世家的模样相对 只觉羞辱和狼狈 柳如烟松开手 抬脚走出去 在门口十顿的多人 我们最近还是不要联想 等你冷静下来再说 他嫌弃我有焦虑症 可他忘记了 我的焦虑症是他在公司低谱时 一家一家去跑业务 一场九桌一场九桌去谈合作 每天睁眼闭眼全在想 怎么帮他把公司做起来始发做的 他心高气傲 不肯俯下身去谈合作 我爱他 看见他被别人拒绝后 那张帐红的脸只觉得心疼 我白天和他一起在公司里忙 下班后 我一个客户一个客户去谈 面对那些豪门扩台 软话说了很多 我甚至被当成派他们的玩物 每次我都只能默默忍受 把眼泪憋回去继续谈 等公司发展起来时 我的焦虑症 已经需要大量的要去压制了 可他现在觉得我不懂事 陪他走过低谷的是我 一起享受荣耀的却是萧继波 我捂着脸坐在镜子前 想着柳如烟决绝绝的背影 心越来越冷 柳如烟 如果你一无所影 萧继波还能像从前一般陪在你身边吗 病房门被打开了 沈幼楚一脸惊诧地看着我坐在地上 他抱起我放在病床上 要出去叫医生 我喊住他 原来你不是医生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么荒唐的时候 我能问出这么荒唐的问题 沈幼楚回头给我扯出一个笑容 我只是前几天在这里碰见 便顺便转达了一下医生的经理 毕竟 这是我见你的唯一方法不是吗 闹剧结束 沈幼楚在一旁给我笑评 眉眼之间好像还是那个机奥不逊的少女 只是多了几分成熟的气息 我要离婚 我突然出生到 这是我这几天第一次开口和她说话 沈幼楚论了一下 眼神刷得亮起来 下一秒 她想起什么事的 抿了抿唇笑道 继波打 你跟我说干什么 好像咱俩要离婚似的 我白他一眼 问你有没有认得什么好律师 我这么牙子必爆的心 怎么可能让他们好过 我想了很久 两云年的掩盖光芒无回复出 到头来竟是这番结果 既然她不珍惜 我又何必让她好过 沈如焉笑意越来越大 我都怀疑她今天是中彩票了 在心里打定主意后 我第二天就办了出院手续 在收拾完东西走后 我特意没有让张嫂来接 因为我要直接到柳氏集团 看看我那好老婆在干嘛了 如焉博达公司的本金 全是我卖掉自己工作室的2500万出了 这个名字现在看来倒有些讽刺 当时柳如焉一次没出 却拿了25%的股份 跑在我手里还有51%的股份 但可笑的是 哪怕我的股份比柳如焉还多 可除了一些元老级的领导 公司根本不知 还有我这一号人物的存在 柳如焉打着照顾我身体的名秘 慢慢地将我从公司里架空 如今想来 她几次婉转地提及股权变更的事 也像另有图谋 只希望不是我想多了 果不其然 我被保安拦在了公司门口 我找你们刘总 我是她丈夫 我一边和蒙蓉解释 一边给柳如焉打电话 当然 柳如焉是没有接的 保安的眼神变了点 你是这个月第888个 声称是柳总男朋友的人了 柳先生身边早就有肖秘书 我看你还年轻 别做豪门梦了 老师本分去做工作不好吗 我笑意越发冷淡 正准备给肖基波打电话 却看见马走日 风中火火地往这趟 马走日 我喊住他 我是基波达 马走日打量了我一眼 我弟大少爷 你还知道来公司啊 这是我们的老板 你怎么敢来的 保安有些吃惊的看着我们 马走日早已拉着我走进了公司 怎么 你要回公司了吗 你再不回来 老子就要辞职不干了 整天受柳如焉和肖基波那个鸟气 马走日是我的大学同学 当初我做工作室时 就陪在我身边了 我卖了工作室从头开始 员工工资都不一定能保证事 他还是义无反柳的选择 跟着我打拼 不等我问 马走日就将肖基波 如何借着柳如焉的名义 打压其他员工 抢工的事情都说出来 他当人人都把柳如焉当香馍馍了 看得严芳死守 我就看不惯他那一套 马走日顿了一下 你那个好老婆说 你身体不舒服要进来 都不让我们打扰你 不过我还是提醒你一句 肖基波和柳如焉之间不简单 公司里都在传他是未来的老板 哪怕我说柳如焉已经结婚了 他们要么不行 要么就说最后的老板娘 是谁还不一定呢 我安抚了马走日的情绪后 往我之前的办公室走去 递改我简洁利落的风格 财务总裁办公室的门牌被拆掉 里面无处不散发着 肖基波大男孩的邪魅风格 就连空气里的古龙水龙都勾魂不了 我捂了捂鼻子 既然正主回来了 替代品人也该让路了 当我挨个办公室分发临时去 当不是 肖基波怒气冲冲地走来了 肖基波大你什么意思 我洋装惊讶 忍住内心的嫌恶了 肖基波 肖基波 谁认你生这么大的气 许久不来公司 公司可真是大变样了 肖基波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太过激动 下一秒又换上他惯用的面具道 不是 记得我刚刚回办公室 发现一群维修人员在往外搬东西 他们说是你的意思 我就过来问我 你也真是的 来公司也不先说一声 我安排人带你逛逛 肖基波一身主人的模样 那个呀 我笑盈盈地拉长声音 我记得那之前好像是我的办公室吧 我刚刚还好奇是谁占了我的位置 原来是你啊 如烟说那个办公室空着也浪费 刚好离开办公室挺近 办公方便 就让我搬过去吧 肖基波挑衅的看点 现在他不空了 因为我要回来了 我不仅不慢道 然后转头看向马走日 马走日 几年不来 咱们公司氛围越发好了 秘书都能称董事长为如烟了 看来如烟确实管得挺好 马走日立马会议 记总您误会了 平时我们工作还是要公事公办的 肖秘书可能公司规定还不太熟 一会我让人事部在交交他 肖基波脸色有些挂不住 还不等他开口问我为什么要回来 我就对其他员工笑了 前几年我身子不太好 辛苦如烟自己打理公司 现在我身子好了 就赶忙来上任了 把我老婆累坏了我也心疼 其他员工立马开始窃窃私语 肖基波的眼睛死死晕着我 所以发出极度怨恨的光芒 我命不改色的指示回去 这就受不了了吗 跟你比起来 这不过是个开胃菜啊 当柳如烟冷着脸闯进我办公室时 说实话我并不意外 他这人爱曾分明 爱一个人是恨不得把一个人捧上天 没有爱时 也决绝地让人心寒 济博答案 你来这干什么 我想那天我一家话说得够清楚了吧 这是肖基波的办公室 他工作很忙 你为了和我赌气就把他的东西都搬出去 等你走了他还要搬回来 一来一去 你知道要干物多少是吗 我看着肖基波站在柳如烟身后挑眉看我 在外人眼里他们才是狼情惬意的神仙圈女 一个受了委屈 另一个立马赶来出头 如果对面站的不是我的账目 或许我也会感动呢 谁说我只敢一会儿 从今天起我就要回来工作了 让你一个人在外面这么心 我也心疼啊 我笑意淡淡地望向他 况且这本来就是我的办公室 谈什么麻烦呢 柳如烟眼中闪过一丝厌恶 他可能还是以为 我来公司只是引起他注意的一种新手段罢了 随便你 他没有任何留恋的转身 肖基波你收拾收拾东西 先到我办公室里来办公吧 肖基波挑衅地冲我眨眨眼 声音轻快道 如烟 抱歉我忘记记波大哥不喜欢我这样叫你了 那你可不要嫌我 在你办公室笨手笨脚打扰你办公了 柳如烟的脚不顿得顿 有些不越道 肖基波 在公司不要这么叫我 肖基波的笑容僵了僵 下一秒他又面色如常地跟着柳如烟 在公司不要这样叫 在外面就可以了 是吗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 笑意越发冷淡 好不容易送走他们两个人 我开始翻看这几年的财务报表 经过刚刚那一幕 我心里不是落实假的 这几年的相处 便是个物品也是有感情的 但我知道越是这个时候 我越要沉得住气 如果不能及时止损 便是被他拖入深渊 我必须先了解公司近况 才能有几分胜算 我不是要报复谁 我只是想 至少要把属于自己的东西 拿回来吧 越看财务报表 我的眉头皱得越深 在大学期间 我学的并是金融 这报表看上去没有问题 却给人十分怪异之感 难道是假账 当我脑海中 蹦出这个念头时 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这可是犯法的 柳如烟同事学金融出身 他不会不知道 但他心高气傲 怎么会干这种事 纵使我对他逐渐陌生 我也不相信 他会做出这种事 或许是我猜错了 心里这么强 我的手还是点开公司内网 开始1.1.8公司的 每一笔收入和支出 又查找了供应商 当时公开的定价信息 和柳氏集团的售价 虽然这件事可能性很小 但这也是我夺过公司 掌控权的一个好季节 翻看了一下 我都没有看完 只怪我自己这几年来 竟如此大眼 对公司竟一点都不询问 自己的血血也都放下了 现在只好一点一点 实际上 尽管我还没有查完 我心中却已经有了一个 完全不必使这种水 这只会增加给他人生 留下污点的游戏 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 闭着眼睛思索时 萧继波推门而入 看我依在椅子上 萧继波柔柔的开口 继波答要是身子不舒服的话 还是回家休息吧 不然在这不仅占空 还让刘总不高兴 我睁开眼 直勾勾的盯着他不说话 脑海中灵光一声 为什么假账 一定要是柳如烟做的呢 为什么不可能是他的身边人做的呢 这个人要身躯高位 还要拥有柳如烟的信任和自主权 萧继波看我一直不理他 迈着轻盈的步子走过来 将一份文件放在我面前 刘总说既然来了也别闲着 这是我们柳氏最近一个非常重要的效果 做得好留下 做不好的话 还是回家做你的柳少阳 或许很快你就不是柳少阳 他笑意盎然地露出脖子上 那熟悉的项链 这还是我向刘总提议的 相信你您的实力一定可以的吧 他嘴角带笑 眼里露出的却是傲气与鄙视 他来公司时 我就在家里休息了 在他这个名校生眼里 我也只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副手 不过他可猜错了 当年在学校里 识连柳如烟都比不过我 处处被我压一头 现如今我又怎会被这种小事难保 翻开第一夜我就愣住了 沈幼楚 这上面写着我们对公司的董事长 是沈幼楚 看着我惊诧的脸色 萧继波便以为我被难住了 心情颇好的留下 可别让柳总失望了 就偏然离去 我看着他拼拼鸟鸟地背影笑 柳如烟会不会失望我不知道 但你可能要失望了 好不容易到了下班时间 我提起包便向外走 虽然我今天没有让司机送我来公司 但说实话 我走时也是想打车回家的 我不想再与柳如烟有什么纠葛 可场面在我走出公司 看见萧继波要坐上柳如烟的副驾驶时 变得异常淡大 公司员工出来吃晚饭 刚好看见这一幕 这狗血的剧情 让他们不自觉地伸长脖子向对看 本身他们就在颠难我和萧继波 谁在柳如烟心里的分量重一些 这种看戏的时刻 谁也不想错误 尽管我不想坐柳如烟的车 但众目睽睽笑 我更不想让萧继波站上风 于是我走过去敲敲车操 柳烟 咱们公司什么时候流行老板 送员工回家了 我之前倒没发现你这么有气 柳如烟愣问一下 对萧继波说道 下去 这女人倒是冷心冷情 这么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 在自己身侧也好意思将她赶下去 前几天不还替她挡酒吗 我恩主不情愿起身的萧继波 抬起身对在远处看戏的马走日喊道 马走日快来 你老板善心大发要亲自送员工回家了 这个时候不表现一下自己 什么时候表现自己 马走日会议一下 拉着身边的几个同事就往车上走 来吧别客气 这辆劳斯莱斯价格可贵了呢 今天也体验一把 老板给我们当司机的待遇 柳如烟的脸越发黑了下去 他不喜欢陌生人用他的东西 这一点我心知肚明 却只装不知 如烟 路上慢点哦 我还有个聚会 你先走吧 哪有什么聚会 只不过是我不屑坐你的车吧 一想到柳如烟和肖基波那难看的脸色 我心中就觉得倡议无比 在商场逛了一圈后 张嫂打来了电话说柳如烟回家了 只是脸色不太好看 我淡淡的恩了一声 要是往日我一定要仔细寻 然后放下自己的事情 赶忙赶回家去安慰她 可现在 我只觉得那不过是自作多情吧 放在柳如烟眼里反倒是倒贴 不值钱 张嫂惊于我的态度 但也小声道 行 我打你自己看着吧 张嫂不管怎么样都站在你这边 我心里一暖 想来自己这几年 可真是轻者痛愁者快 肩膀忽然被人一拍 我转身 看见沈幼楚一脸笑意的站在身后 买了这么多东西 心情不错 这距离有些过境 我下意识的后退一步拉开距离 沈幼楚脸色暗了一瞬 下一秒面上又是温柔的笑 还没吃晚饭吧 我知道附近一家不错的店 一起去试试 想到今天在计划书上拍到他的名字 我点点口 以我一个人的力量 要扳倒柳如烟并不容易 最好的方式还是找一个合作伙伴 沈幼楚选择了一家简单的中式餐馆 装饰的简单大方 私密性很好 倒可我小时候 想拥有的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 可也是想想 沈幼楚点了几个菜后 让菜单逼点 我记得你之前喜欢吃这些菜 这么些年也不知道你口味有没有感觉 你再选一选吧 我看着菜单上 勾选的都是符合我口味的菜品 是心里有些意啊 我合上菜单逼给服务员 沈幼楚你不必如此 现在我要还看不出他对我于情为了 我就白在商业上混那么多年了 开门见山的说吧 我今天在公司计划书上看到 你是我们合作伙伴的董事长 这就是我为什么答应和你吃饭的原因 即便今天你不偶遇我 我也会去找你 我顿了顿 看向沈幼楚的眼睛 我想要和你联手 等我拿到公司后 这次合作我会再让三个点给你 虽然很不齿 但确实我是有利用我们之间曾经的感情的心理 沈幼楚苦笑了一下 果然 你还是这般直爽的性格 你不用觉得不齿 这次合作对我也不是没有好处 你不也让给我三个点了吗 手机突然想起打断我们的谈话 我低头发现是柳如烟 我伸手挂断 电话又一次打来 细而不舍 这一次我没有选择挂断 而是直接将手机关起 沈幼楚示意我要是忙的话就改天再约 我摇摇头 现在柳如烟对我来说 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吧 一摊下来 心情很愉悦 沈幼楚知识渊博却又不是教导太 只是引导你去思考 和他聊天让人感觉很放松 领走前 沈幼楚想要送我回家 我摇摇头 今晚我准备找个酒店凑合一下 回去和柳如烟吵架吗 何况 我要查柳氏集团的财务情统 回去也不方便 沈幼楚将我送到一家酒店 后又觉得将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安全 自己又开了一间房 帮我们一起走进电梯时 却没在意暗处亮起的闪光灯 第二天 帮我走进公司时 柳如烟不知从哪冒出来 把我扯进总裁电梯 他眼下泛青 整个人看起来暴脏又憔悴 昨天晚上的女人是谁 她攥紧我的手腕 力气之大让我尽有点痛 你就这般不自爱吗 她另一只手拿着手机 上面的照片 赫然是沈幼楚和我在酒店前台的背影 和我俩站在电梯里 沈幼楚偏过头和我说话的画面 不过或许是角度原因 不仅将她的脸遮了个严实 也像她要闻我似的 我松了一口气 如果现在就发现我和沈幼楚在一起 柳如烟的警惕可要高尚很多 我仰起头看着她 你爱怎么想随你 她眼睛发红 将手机摔在地上 这就是你夜不归宿的原因 我昨天在家里等一百年 要不是我来着 今天满城的新闻都得报道这件事 她一只手紧紧攥着我的药 眼见就要咬住我的唇 叮了一声 电梯到达顶层 我正开她的手往外走去 到了电梯门外 我扭头道 原来你不是不能 只是不想 我指的是什么 她心知肚明 毕竟她和肖基波上热搜 可不是一次两次 接下来的日子也算相安无事 肖基波继续每天走在柳如烟身侧 我倒向个公事公办的员工 只是柳如烟时常来我办公室转一转 这次带个4090显卡 下次带个88斤重的信仪 我冷眼看她 不搭理 我不是很明白柳如烟想要做什么 那天不是她将话说得很决绝吗 终于到了汇报的那一天 柳如烟在走进会议室时教主 低声道 一会儿不用紧张 万事有我 会议结束后我有话对你说 我心一颤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 如果她早一些 能够在我无助时说出这些话 或许我会欣喜若狂 但今天 想起昨天和沈幼楚发的信息 我知道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 这么心平气和的和我说话 会议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当我上去汇报时 三道视线紧紧的跟着我 沈幼楚温润的用眼神鼓励着我 柳如烟眼眸深深的望着我 而萧继波 她眼神闪过一丝惊叉后 又是胸有成竹的笑语 当汇报进行到最后一页时 原本是产品的宣传品 却变成了我和沈幼楚在酒店楼下的影片 会议是一片抽气声和窃窃私语 我立马明白 萧继波刚刚的笑语是什么意思了 这个视频曝光 众人只会以为我和沈幼楚楚鬼 柳如烟心高气傲的模样 怕也容不笑我 离婚是迟早的事 她可不趁机名正言顺的上位 柳如烟沉着脸出声 谁负责的放映设备检查 这种合成的视频也有人行 观上 会议继续 她握着笔的手青筋突起 面上还是一副公事公办的角色 偏向萧继波一眼 一锤定音 将这场闹剧说成合成视频 尽全力保全了我的脸面 萧继波的脸色里面 积极出声 激活达 你就是在想拿下这个项目中下 也不能是这种手段 柳如烟迟早 萧继波你给我适可而成 我看着台下重点 等着视频跑完 才缓缓到 这个视频也太没意思了 只拍了我们一起走进电梯的画面 怎么不拍我们走进同一间房的画面了 柳如烟脸色越发难看 我又笑了 我不信是狗仔没有拍后续 只是后续是我和沈总进了不同的房间吧 你们大可以去查酒店登记 我不知道发这个视频的人有什么居心 你说那萧秘书 我看向萧继波冷声道 自己做什么 便也以为别人会怎么做 他张张嘴不知道说些什么 我又继续道 萧秘书你可能不知道 这家公司最初是我出的资金 我也是最大股东 我留不留的下 不是这个合作可以决定的 我不会自降身价去做让人不耻的事 柳如烟没有说话 默认了这件事情 萧继波脸色一白 强称道 不好意思及格 我刚刚冲动了 这毕竟是关系到我们公司名声的事 我难免关心则乱 看着他亮枪作强 周围人猜也猜到事情的原委了 不过是一个想要上位的人 使出的下作手段 反倒反噬了自己 但今天这个事情 不会这么简单的结束 我低下头身吸了一口气 抬头道 之前我身体不好 一直在家里休息 出于信任 我把我所有的心血 全部交给了刘总达理 可惜 他辜错了我的信任 就在我回来的这几天 我发现了我们公司 出了很大的问题 因是有人弄权 无视公司制度 打压下方有才能的人 拉缓公司发展脚步 萧继波效益有些挂不住 但我并没有停止 二是我们公司竟然有人做假账 会议是像是炸了锅似的 柳如烟好似听不见周围人的议论 目光直视着我 这也是我为什么和沈总相见的原因 因为这件事情着实让我震惊 我已经上到相关机关进行检查了 话音断落 会议室的门被打开了 一群公职人员走到柳如烟和萧继波身边 出示证件 请他们配合调查 柳如烟深深的看我一眼 站起身走出去 萧继波脸色发白喊道 他有焦虑症 他是个精神病 他的话你们也感兴趣 他不过是想借此独占公司 公司交到他手里就完了 沈幼烛站起身道 萧先生 什么年代了还有心理气势 这个公司能有今天 就是起伯达自己 一个生意一个生意去谈出来 你先看一下自己的嫉妒心吧 还有 你指使别人偷拍我和伯达视频 毁坏我们名誉的事 我会让我的律师和你对接 经过一番手毛脚乱的突击检查 做假账的事情终于水落石出 是萧继波 他在偶然一次尝到 做假账伪造业绩的甜头后 便一发不可收拾 借此伪造工作成就 轻云直上 柳如烟反倒一直被他蒙在鼓里 闹剧的结局便是萧继波被送进监狱 只怕他要在里面待上一段时间了 他被送进监狱的那一天 我特意去看他 他头发凌乱眼眶放红 口里一直喊道 都是你 是你害我 明明我马上就成为萧绍眼 我叹息一声 到今日 我心里没有胜利的快感 反倒有一些惋惜 若他脚踏实地的努力分配 未尝没有光明的未来 但作为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柳如烟真的毫无察觉吗 借萧继波之手做假账 营造欣兴向龙的虚假业绩 赢取更多人资 对他有利无害 毕竟即便是查 也是萧继波为了生殖伪造业绩而已 我不知道也不想猜 待他接受完检查出来时 我早已在沈幼楚的帮助下 坐上了董事长的位置 我以为他会和我斗争一番 但他没有 只是在看见离婚协议书时 说了一句 非离婚不可吗 我向你发誓 我和萧继波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只是他那里告诉我 你对萧继波真的没有一瞬间的动心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 拿起笔签了字 离婚的那一天是个大晴天 恍惚间响起 我们结婚的那一天也是一个大晴天 柳如烟把所有财产 包括公司股份都留给了我 我不知如何回答他 他可能也并不需要我的回答 答案都在我们之前的点点滴滴里 季博达 一道温柔的女生在我身后响起 我回头 看见沈幼楚手捧99斤重的24倍大金链 逼在车旁冲着我笑 他的背后是正在发光的拍摄 我深吸一口气 或许是时候开始一个真正属于我的新生活 以下是三外 季博达和我离婚了 当我一个人回到别墅时 张嫂早就不在了 她本来就是季博达请来的阿姨 季博达走吗 她自然也不会留下来 这个别墅 我有段时间没回来 上一次回来 还是季博达刚回公司 给肖季博男看的那天 那一天 是我好久没见到那么鲜活的季博达了 充满活力和干净 我本来回来想和他好好谈一谈的 他要是想回公司便回去 我多照顾他一些 可我在家里等了很久 他都没有回来 打电话也不接 后来干脆关机 我当时十分生气 当手机摔倒地上发出砰的一声时 我才恍然大悟 季博达每次在家等我 我不接电话时也是这么无助吗 我坐在餐桌旁 看着时钟慢慢走动 满桌子的菜我毫无始于 想起以前回家 满桌子的剩饭 和季博达越发消瘦的身心 关心的话到嘴边就变成了 多大人了 难道不会好好吃饭吗 昏昏沉沉间 肖季博突然发来两张 季博达和一个陌生女人 在酒店的图片 说是从媒体朋友手中拿走 看着照片中 季博达发自身心的愉悦和信愿 我的心就像对人大力撕扯一般 我着了摩世的不断放大查看图片 第二天我将季博达拉到电梯 质问他 他云淡风轻的让我爱怎么想都随意 我愣住了 走出电梯后 他眼神受伤的看了我一眼问我 原来我不是没有能力去处理 之前我和肖季博的花边新闻 我任由他们在网上流传 我那是太忙了 我没有办法骗自己 我只是认为季博达不会真的生气 毕竟他那么爱我 我没有七年的感情 我幡然醒悟 我有种预感 如果我现在不能紧紧抓住季博达 又回到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季博达不会不爱我 我准备在那场会议后对季博达道歉 我会好好待他 我们还像从前那样 进会时 我看见合作公司的负责人沈又楚走进来时 心里莫名有股熟悉感 这种熟悉感 在屏幕上放出沈又楚和季博达的视频时 找到了他 沈又楚就是那晚和季博达在一起的女人 我让人关上视频 声称是合成视频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能让季博达离开我 季博达出奇的平静 平静到我有些害怕 他看了我一眼 眼神复杂 恨意 欠意 不实在 我心里告诉我应该立刻叫一会议 事情马上就要脱离我的整个 但不知为什么 我坐在那里没有的 只是看着台上的季博达 果然 他说公司做假账的事情 公职人员一拥而入室 我没有慌张 因为我没有做那种事 那是肖基波做的 我知道 但是我没有制止 18岁心高气傲的柳如烟 看到现在的我估计会气得上来给我一圈 我心里有一瞬伤感 我回头深深看了季博达一眼 他就那样站在台上看着我 柳如烟 你把季博达弄丢了 我对自己说 肖基波被捕入狱 我接受完检查后就出来了 季博达已经接手公司 成为董事长了 我不意外 在学校里时他就光芒死了 当时我都怕别人把他抢走 当他拿出离婚协议书时 我也没有意外 我们走到这一步 没有办法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单 重归于好 鬼使神差的 我开口道 可以不离婚吗 季博达看着我 问我有没有对肖基波动过心 我愣住了 肖基波 是在我劝季博达回家休息后 加入公司的 公司初创时期 事务繁多 季博达又有交流症 夜夜睡不好觉 我不忍心 便劝他回家休息 一切由我 可这条路哪是那么好走的 我在外面各种跟播 年少时面试天地的傲骨 被慢慢磨平 回到家 季博达心情不好 我还要哄着他 季博达也怕影响我 便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直到我看到他的药量加大 公司里的烦心事 我就更不和他说了 怕加重他的病情 肖基波便是在这时加入公司的 他很像季博达 很努力 但他没有季博达聪明 也没有焦虑症 他像一个低配版的季博达 我注意到他 在我有意无意地收益下 他被调到我身边做秘书 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一方面是公司忙 经常忙到深夜 季博达睡眠前 我回去又会将他吵醒 再睡就难了 有时我便顾回去 但季博达的情绪越来越差 在一次忍无可忍的争吵后 我看着顾远处处理文件的肖基波 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要是季博达像肖基波一样懂事就好了 我开始频繁带着肖基波出席宴会 他也从不给我丢眼 网上开始有我们的传闻 我没管 季博达问我时 我只是敷衍了他两句 当时我是想什么呢 我是爱季博达的 但听着别人夸葬我的秘书好事 我也不是没有开心 一天晚上 带着肖基波出去吃饭 喝多了 便让肖基波去酒店开了两间房间出席 第二天不知道怎么被记者拍到 季博达打电话来时 我酒还没有彻底醒 正头疼 他生气了我也没管 当晚加班晚了也没有回家 后来我在张嫂那才知道 那时季博达焦虑正复发 在住院 我真混蛋了 原来是我 是我自己一步一步把季博达推远 今天下午领完离婚证后 我没有立刻走 而是像什么见不得光的人士 躲在暗处看着季博达扑进沈幼处的怀疑 听说这是他的初恋英勇 我做不到住他们天长地 我只愿即博达在未来的日子里 无病无灾 长命的